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于天美宜拓实验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色谱市场部的市场护衷师 我今天的报告题目呢是天美色谱产品及其在视频领域的应用 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天美公司 1988年的时候我们天美公司在香港成立 94年我们就在上海成立了这个自己的制造工厂 09年到21年我们相继完成了7次的海外并购 16年的时候我们在英国成立了自己的全球工程研发中心 那这个研发中心并不依托于各个工厂 而是负责各个产品线的研发工作 那到目前为止呢 天美公司主要专注于三个领域的分析一期设备 首先第一个是色谱产品 包括气象色谱 叶象色谱 气质联用仪 离子色谱等等这些 第二个呢是化学分析领域 包括紫外 影光 等等这些光谱类的设备 最后一个呢是生命科学和实验室常规设备 比如超低温冰箱 理性机 升官先贵等等这些 那么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七四海外并购中呢 有两次和我们的色谱非常相关 第一次呢是14年的时候 我们收购了源自于瓦里安的气象和气质产品线 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自己的赛里安品牌 那么右上角这个仪器呢就是我们的三四五六 气质联用仪 那我们可以看到走半部分呢是这个气象部分 它标配了一个超大尺寸的这个彩色触控屏 那么从这个触控屏上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的去查看这个仪器上的一些参数 那右半部分呢就是对应的直谱仪 那可以看到这个直谱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巧的 上面呢是100位的自动浆浆器 那这一次并购呢其实是使我们天美的这个色谱产品呢有了一次质的提升 那么第二次呢是在今年五一前夕的时候 我们宣布收购Tegma的这个顶空浆浆产品 WASA和HT3两款顶空自动浆浆器 那这次收购呢也是为了完善我们在前处理设备上的一些配置 以上呢是这个气象色谱和相关的一些周边的一些设备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在去年的时候 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推出了自己的这个夜象色谱产品 那有些老师可能清楚我们天美这边其实是有自己的LC2000 但是呢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呢 LC2000的一些性能还有这个软件的这个合规性 网络化上面呢其实已经很难去满足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LC6000啊高销夜象色谱仪 那么这款夜象色谱仪呢是由这个位于呃刚才提到英国的这个全球工程研发中心 和我们上海的研发部呢联合打造开发的 那么我们的定位呢是一款国产高端的呃夜象色谱仪 主打的是这个性能可靠和稳定高效 那么接下来呢也会主要去呃详细的去介绍这样的一款产品 呃那和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推出的全自动安基酸分析仪产品 artemis 6000 呃artemis呢其实代表的是这个国希腊中的这个呃狩猎女神 那我们也是考虑到安基酸分析仪在这样的一个应用领域 还是在呃饲料食品呃医疗这些 所以我们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命名 那么对于安基酸分析仪来讲呢呃有些了解的老师呢可能清楚 安基酸分析仪可以理解为是呃夜象色谱的一个定制机产品 那他很多的一些部件比如说泵的材质流动向的选择 都是针对于安基酸分析来进行专门的一个配置 所以呢我们也是呃主打提供这种呃一站式交钥匙的解决方案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天美主要的一些色谱产品 呃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 然后想跟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的呃高效一项色谱仪和这个安基酸分析仪 那从呃塞尼安LC6000高效一项色谱仪呢 我们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呃我们依旧采用的是这种呃模块化的设计 从下网上意思是数学泵啊自动接氧器 注音箱减载器和组织器单元 呃我们的数学泵的耐压呢是呃60兆帕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兼顾这种常规分析的同时呢 来提供了呃可以进行快速分析的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从上面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七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流程呢 我们在呃通过一定的方法优化 在一分钟的时候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分析流程 呃 此外呢呃6100呢是一款四元低压数学泵 那么我们清楚四元低压和二元高压的一些区别 那二元高压它的这个狠合精度呢会更好一些 它更不容易去产生一些气泡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采用的是这种泵前河流和泵后狠合这种狠合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四路的动向呢 在泵头的前面呢呃来进行一个预狠合 然后呢在经过泵头高压高压输送之后 在泵后呢来进行一个高压混合的这种混合方式呢 来达到的和二元高压能够相媲美的这种混合效果 同时呢也维持了我们四元低压的这种灵活性 那对于自动静氧器来讲呢 我们其实只关心几个方面 呃第一个呢是自动静氧器的样品残留 呃那我们从下面这张呃实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先进一个比较高浓度的这个滤脊镜样品 接下来呢来分析这个空白样品 来考察啊我们自动自动静氧器的这样的一个样品残留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从实验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 样品残留呢只有这个0.0012%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基本能够啊确定这个 对下一针呢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此外呢我们也能够提供这个 制冷型号可以选择针对一些特殊性的样品啊 我们可以进行配置这个空温模块 来维持样品这个稳定性 来保障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准确 那6210这个自动静氧器呢是标配的200位的这个样品盘 呃我们可以此外呢如果说呃各位老师有这个 其他的需求 比如说想使用这种96公版的话 我们也有对应了这个配置可以供选择 那么对于珠瘟箱来讲呢我们最大可以容纳 呃四根250毫米的这个夜相测不住 呃空温范围呢是能够达到呃室温以下15度到80摄氏度度这样的一个范围 呃为了能够保障呃 整个珠瘟箱腔体内的一个呃温度稳定呢 我们采用的是帕尔帖和空气循环双重空温的这种空温方式 来维持啊整个腔体内这个温度的这个准确性 同时呢我们在筑前这个管路呢我们也提供这个预热功能 来保障啊我们筑前和筑后端这个温差最小 来进一步提高我们整个分析结果的这样的一个重复性 那最后一个就到检测器单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检测器呢提供紫外呃 DD 荧光 视差和ELSD 这样的一个配置呢是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一个日常检测需求的 同时呢所有的这些检测器呢呃都可以通过我们工作站呢来进行一个反控 那么这么多检测器呢我们在这边不一一列举对应的一些参数 我们只采取两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检测器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DD检测器 那么DD检测器呢呃这边有一些参数啊 包括二级管管数啊是1024个 波长范围呢是1900到900 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提供这种拱灯自动校验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这种啊火玻璃来进行啊波长那个校正 我们在每次开机前呢会通过啊拱灯呢来进行自动的一个校准 来保证这个波长那个准确性 那么对于DD来讲呢我们都知道DD的话它能够提供一张三维谱图 也就是说我每一时刻呢都有对应的这样一张呃光谱图 其实和我们呃直谱有些相似 只不过它的这个呃另外一维呢它并不是直谱图 而是一个光谱图 那么从但是呢我们都可以拿到更多的这个样品信息 我们通过对应的光谱图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呃我们的样品是否存在一定的这个假阳性 那么我在这边呢举一个呃应用的一个例子来测定这个呃维生素 那么我们首先通过这个反样色不住呃碳18柱对这个 七种止容性维生素呢来进行那个同时的一个分析 然后通过DD呢来进行检测 我们先看右下角这张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呃我们通过呃三维幅图 可以确定出我们这七种维生素的最大吸收波长 那么我们确定好最大吸收波长之后 我们就能够去呃选择对应的这个检测波长来保障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灵敏度 那我们最终确定的呢是这个265啊 280和325这三个波长呢来进行检测 其中呢这个265呢我们来检测VD和VK 呃280呢来检测VE和VE素酸值 呃325呢来检测VA和这个VA的素酸值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啊来达到一个比较好这个检测效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呃实际的这个样品 那我们可以发现呃进样品之后呢 我们在280的这个呃波长下呢 我们检测到这个VE素酸值 但是呢我们如果只是呃子外的话 我们只能够通过保留时间来进行呃一个判定 来来进行判定这个是这个VE素酸值 但是如果是我们是用DAD的话 我们除了通过保留时间之外 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个光谱图 就是我们VE素酸值这个色谱峰这个光谱图 来和标准品来进行一个比对 来判断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假阳性的一个产生 那么我们从实验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 呃除了保留时间一致之外 他们和这两个谱峰呢和标准品中的这个 和标准品中的这个呃光谱图呢 也能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一致性效果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啊 这两个峰呢就是我们要的这个VE和呃 VA和这个VE的素酸值 呃获得了比较好的这个一致性 所以呢呃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在DAD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那么第二个比较有特色的检测器呢 就是我们6440啊 荧光检测器那这边那么对于荧光检测器来讲呢 我们提供两个下方宽度可以供选择 呃我们都知道分辨率和灵敏度呢 其实是两个不可兼得的指标 你如果想追求比较高的分辨率呢 其实你是要牺牲一定的灵敏度的 如果你要去追求比较高的灵敏度的话 其实你是很难去保证比较啊你就很难去啊采用比较高的分辨率 呃用户的话根据啊你的这个检测需求来进行相应的一个选择 是选择高分辨率呢还是选择高灵敏度 那此外呢呃我们也提供比较长寿命的这个先灯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荧光来讲这个先灯的寿命呢 其实呃相比紫外和紫外和DAD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们这个先灯寿命的是能够达到2000个小时以上 和呃DAD一样都具有这个拱灯自动校准的这个功能 来保障这个播场的这个准确性 那其实对于荧光来讲我这边主要想去呃讲呃 主要想去这个呃说的是我们这个呃 荧光检测器的灵敏度 那我们如果如何去评价一个荧光检测器的灵敏度呢 呃一般我们通过呃水达曼峰心道比这个指标来来进行一个衡量 那么6440的荧光检测器呢 它的这个水达曼峰心道比呢是能够达到3000 那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在我们来做呃实践的时候是呃非常友好的 那我这边呃举了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应用来作为一个示例 就是我们来测测测测这个真菌毒素 那么真菌毒素呢一般我们参考的几个标准了 一个是这个啊国标5009和药点中啊2351真菌毒素的这个检测 我们主要参考这两个标准 那搭配的呢也就是光衍生 那化学搭配的是朱后衍生法 那常用的是光化学衍生法 那化学衍生当然也是OK 根据我们这个实验去进行选择就可以 光衍生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 那么我们从最后的这个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灵敏度线性都能够达到非常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尤其是灵敏度 因为我们6440这个检测器的这个灵敏度比较高 所以能够轻松的去满足 我5009啊还是无论是5009啊 还是这个要点的这个检测需求 我们在最初也提到LC6000的另外一个重大升级呢 就是它沿用了我们气象的这个CDS工作站 就是色谱工作站Compass 那作为一款CDS呢 它除了拥有最基础的功能 包括数据处理 自动积分 能够反控各个部件 同时呢也提供多种模板可以供选择 这样的话方便呢我们去进行一个编辑 那最重要的两点呢 就是完全符合GMP GLP 还有这个FDA 对于我们色谱工作站的一个要求 包括审计追踪 用户全线管理 电子签名等等这些功能 那Compass对于Compass来讲 它的这个用户全线管理功能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 我们所有能够在界面上看到的这些按键也好 功能也好 都是可以进行全线的一个分配 比如说我不想 我不希望这个操作人员去接触到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把操作人员来进行一个全线分级 这样的话来实现相应的这个全线管理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也是支持 完美支持这个网络版的一个工作站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对于这个Limits的系统呢 Limits系统这个需求呢 也不断增加 我们也是能够轻松的去对接主流的这些Limits系统 因为色谱网络版呢 这个色谱系统的网络版呢 其实是在整个的Limits系统里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的一部分 此外呢 我们也可以开放这个对应的API 因为Limits系统相对用户来讲是一个非常高度定制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开放API来针对的去进行运行或者说后运行的一些插件的开发 这两点呢 其实是Compass工作站 比较重要的两个升级的地方 那么最后呢 我在这边总结一下LC6000的一些特点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是主打的是无与伦比的核心 其实想说的就是我们高精度的一个数学泵 我们支持60招牌的南亚能够兼具这个常规和快速的一个分析 那第二个呢 就是自动化 以操作和配置灵活 主要指的是我们提供非常全面的这个简单器种类可以供选择 同时呢 所有的模块都可以通过工作站来进行反控 这样的话操作起来非常简便一体化 最后一个呢 就是智能化和网络化 我们的这些仪器呢 是可以通过远程派的来进行一个反控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自主知识产权 这个Compass CDS工作站呢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控制 完全合规 同时呢 也支持网络版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我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赛联 Atmos 6000全自动的安基酸分析仪 对于安基酸分析来讲 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如果直接进行业相分析的话 因为它首先安基酸种类比较多 除了蛋白安基酸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些非蛋白安基酸 包括牛黄酸啊 这些其实都可以作为是这个安基酸的一个范畴之内 另外呢 它所有这些安基酸性质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所以对于常规的一项色谱来讲 分离是比较困难 那就目前来讲 主流的安基酸分析方法呢 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呢是 就是安基酸分析仪所采用这种 印三铜朱后衍生的这种方法 那它的减出线呢 是可以到5到10个屏幕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采用朱后 朱前衍生 最后用反向色谱来进行检测 那常见的这个衍生设计呢 是OPA 就是林本二甲犬 还有这个一流氢酸本质 那我们从减出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 那从使用林本二甲犬这种 搭配盈光检测器的这种方法呢 其实它的这个减出线呢 其实还要更高一些 那么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方法 还要去选择安基酸分析仪呢 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呢 是使用这种印三铜 之后衍生这种方法呢 那这个方法从1958年到现在呢 相对来说 已经比较成熟 仪器的这个自动化水平也比较高 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些衍生操作 这些衍生操作呢 都是仪器来自动运行的 所以说它重复性好 而使用这种筑前衍生这种方法呢 它一是重复性不好 而是稳定性相对来说也较差一些 第三个呢 因为我们知道安基酸 其实除了蛋白安基酸之外 还包含很多的非蛋白安基酸 所以使用这种筑前衍生这种方法 更多的也只是针对于这个 蛋白安基酸 对于安基酸种类超过20种之后 这个使用反向色谱的 就很难去进行一个有效的分离了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使用这种筑后衍生这种方法呢 色谱的寿命也比较长 综合来看呢 我们单个样品 虽然你一次性成本会高一些 但是你单个样品的成本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那综合以上的这些原因呢 也是 印酸同诸后衍生法 是作为这种国标 还有这种国际重彩的这种唯一标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印酸同诸后衍生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 那么从前面部分呢 分离部分呢 其实就是一个叶香色谱的流程 只不过它的这个色谱柱呢 采用的是强阳磷胶换树脂 唯一这个区别呢 是它采用的是这种 诸后衍生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化学衍生 对于不安性的安基酸呢 它反映成成的是一种蓝紫色的化合物 我们在570纳米处来进行检测 对于重安性的尤其是辅氨酸呢 我们在生成的是黄绿色 我们在440纳米处来进行一个检测 那么对于安基酸检测呢 我们最初也提到 那么安基酸分析仪呢 其实是针对这个安基酸这个方法呢 来进行了相应的一些优化 那么在这里呢 我不一去介绍这个仪器性能的特点 我们只介绍这个 针对安基酸分析呢 我们所做的一些变动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是我们采用的是peak棒 因为我们知道安基酸分析仪 它采用的这些流动项啊 含有比较多的这个缓冲岩 所以呢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 岩吸出的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采用peak材质的这个输血泵呢 更耐腐蚀 相比这个不锈钢来讲呢 更加不易磨损 同时呢这个寿命呢来也更也更长一些 追猪腮清洗呢 这这些都是呃必配的 呃还有一点呢 是我们采用的这种线性呃提度的一些模式 而不是传统的等度写托 因为我们这种模式呢 也是我们能够使用更少的这个流动项种类 就可以完成整个的一个分析 对于水解系统呢 我们使用两种的流动项就可以完成整个的分析流程 呃体验呢 呃生理体验呢 我们使用三种啊缓冲液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这个分析流程 这样的一个方好处呢 就是我们如果是自己去配置容液的时候 会更加容易 呃如果说有有两个风 我们去很难去分离的话啊 出现了这个分离效果不太理想的情况 我们不用去重新去配置流动项 我们只需要去调整相应的这个梯度程序 就可以呃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同样的如果是有一些干扰风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优化 呃对于自动浄氧器来讲呢 其实也主要还是针对的是氨基酸这种呃高岩的这种环境 同时还有呃氨基酸样品的一个特性 那对于高岩环境来讲呢 我们的这个浄氧呢 采用这种独特的钻模保护技术呢 能够呃增加对于呃 试剂的这个耐手性来降低磨损 从而延长这个进样法的一个使用寿命 对于样品盘呢 我们的这个自动浄氧器是标配的这个智能 不像是叶像 它是选配 那对于这个氨基酸分析来讲 它是标配的智能功能 来保障这个样品的这个稳定性 最后这个模块呢 是这个分离衍生检测模块 也就是说在这整个一个小模块里面 我们集成了这个衍生反应器 还有这个衍生试剂的这个数学泵 还有朱温箱 还有这个双通道的检测系统 这样的话能最小化我们这个整个的四体机 来减少这个浦风扩展这个情况 同时呢 我们这个高灵敏度的这个检测器呢 紫白检测器呢 这个减出线呢 也可以达到呃 8P模式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对于反应器来讲呢 我们采用是这种啊 反应线圈这种模式 能够有效的去改善风行 同时呢 也不易堵塞 此外呢因为我们对于氨基酸分析来讲呢 呃 其实我们并不关心其他波长的这个检测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只看呃 570和440这两个波长 所以说我们呃 我们并不需要使用光杉这个光学元件 所以呢 我们采用这个绿光片的配置呢 呃 更方便维护 同时呢 呃 也对震动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那最后一个呢 就需要去说一下这个溶积组织器 其实就是一个溶积托盘吧 因为在夜象上来讲 我们很少去介绍这个溶积托盘 但是在阿基森分析仪这个设备上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着重去说一下这个溶积托盘的 因为它的衍生实际 尤其是印三桶 呃 这个实际呢 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呢 会呃 迅速的氧化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最终的一个实验结果 所以在整个呃 流动向的一个保护来讲 是阿尼森分析 对于阿尼森分析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个溶积组织器呢 我们是也是带了制冷功能 能够 保障这个呃 样品不会受到这个环境温度的这个影响 同时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呃 流动向溶液 都是在这个 还有这个衍生实际 都是在这个惰性气体保护下 来防止呃缓冲液 还有这个衍生实际呢 和空气接触 来发生这个氧化 或者说污染等等 同时我们从这张图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呃 品盖上呢 我们都带有独立的这个开关法 来方便我们去进行 在运行过程中 来添加这个流动向 对于阿尼森分析集来讲呢 我们分为两类系统 那一类系统呢 也就是我们叫做蛋白水解系统 就是我们主要去分析呃 组成蛋白的这二十种 将近二十种的这个长进氨基酸 那另外一种呢 是这个胜利体液系统啊 那我主要分析的是这个 除长进氨基酸之外 我们还包括其他的这些油力氨基酸 对于这两个系统来讲呢 食品领域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这个呃 蛋白水解系统 我们实际关心的 还是组成蛋白质的这 这二十种氨基酸 那么对于样品来讲呢 我们将呃 样品分为两类 一类呢 是油力样品 对油力样品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 呃 我们样品里面的油力氨基酸 油力态的氨基酸 那对于油力态的氨基酸呢 我们在呃 样品的前处理啊 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 我们主要需要考虑的就是 呃 怎么去提取啊氨基酸 同时呢 能够去除掉呃 我们不关心的杂质 呃 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金属离子 然后蛋白 然后还有就是脂肪 那对于金属离子的话 我们通常采用的方法 就是加这个EDTA啊 凹合剂来凹合这个金属离子 那对于蛋白呢 呃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这个 苦味酸 或者是不是酸氯乙酸 或者黄金水洋酸 这种方式呢 来沉淀蛋白 呃 脂肪的话 我们可以去添加相应的这个 有机溶剂 比如说正几碗呢 来去除相应的一个脂肪 那么我呃 提起去杂质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直接上机了 那比如我在这边 以一个酱油为例 其实我们拿到酱油之后 我们撑取对应的样品量 我们就可以直接添加这个 5%到10%的这个黄金水洋酸 来沉淀蛋白 沉淀完蛋白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啊 进行这个 上机了 那对于水解的样品来讲呢 就相对来说会复杂一些 因为我们呃都知道 呃我们一般关注的是以蛋白质 或者说多态形式的这些 呃氨基酸 所以呢 我们在分析氨基酸之前呢 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需要将呃 钛件打开 将这个蛋白或者说呃 多态呢 来水解成单个的油力氨基酸之后 再进行一个分析 呃 常见的潜处理呢 是酸水解 就是常见就是酸水解 我们来测定 呃 15种氨基酸 但是呃 酸水解过程中呢 我们呃 没有办法去测定色氨酸 如果需要去测定色氨酸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碱水解的步骤 那么对于光氨酸和氨酸 这两种这个含氯氨基酸呢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氧化酸水解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酸水解之前呢 我们需要啊 进行氧化步骤 来进行 然后再做这个酸水解的步骤 那我们首先看标准品的步图 来看整个的这个分离效果 那这20种氨基酸呢 包含一个内标 都打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离 那我们说完标准品之后呢 因为对于标准品来讲呢 主要涉及到的是一个分离 那对于呃 实际样品的话 我在这边呃列举了这个以最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酸水解为例 啊来说一下我们做氨基酸样品的时候 常见这种酸水解的步骤 那首先呢我需要去撑取一定的样品 放到这个水解管里 放到水解管之后 我去呃加入一定量的这个盐酸 加入盐酸之后啊 用液氮冷冻 然后通过真空抽气密封 而这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为了去除去 你这个顶部空气 那其实也可以通过氮吹来进行一个置换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就是水解的过程了 呃将这个密封好的这个水解管 就放到这个 呃干到箱内呃水解22个小时 就可以取出来 那取出之后呢 呃冷却定容啊过滤 然后单吹制干 最后呢加入这个 样品吸湿液就可以 在这个保障我们氨基酸浓度 在这个50到250纳膜每毫升 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就可以过膜上一家 整个这个步骤呢并不复杂 然后如果你要是涉及到氧化水解的话 其实就是在 我们撑取样品和加入盐酸之前呢 先进行一个氧化的步骤 将样品呢先和这个过甲酸来进行一个反应 将这个蛋白中的这个光氨酸和大氨酸呢 先氧化 就是氧化成这个黄积饼氨酸和这个大氨酸风 然后呢加入这个氧化完之后 然后加入这个氧化氢或者说偏重亚瘤酸钠来进行中止 中止完之后呢再走这个酸水解这后面这步骤 那我们来看啊两个这个肉类的这个样品这个色谱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分离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最后呢我们说一下啊这个因为氧酸分析仪嘛 他所采用的这些消耗品呢其实我们都是能够提供专业进口这些消耗品 包括分离柱缓冲液实际还有这个氧酸标准品 我们也公开这个缓冲液这个配方 用户呢也可以根据这个配方的一个步骤呢来进行相应一个配置 这样的话从成本角度上来讲呢是是比较实惠的 但是从分离度呢呃肯定是进口的话会好一些 那我今天的这个报告呢就这么些内容 呃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倾听 呃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这个公众号 如果各位老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稍微图中这个二维码的来关注一下